欢迎回来聚焦东欧战事 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火升级 俄乌两军发动猛烈攻势 炮弹横飞 总统泽连斯基下令 强制疏散顿涅茨克 以及临近地区的数十万民众 避免惨遭敌军屠杀 政府也承诺撤离的民众将会获得补偿 俄乌军队继续在顿涅茨克地区 展开激烈敖战 目前巴赫木特城市 是敌军放眼要攻占的目标之一 乌克兰军方透露 敌人寻着三个方向炮轰 几乎控制了巴赫木特南面的一个据点 随着战斗不断升级和蔓延 乌克兰政府已经下令 强制疏散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所有居民 总统泽连斯基呼吁 还留在当地的民众尽快撤离 避免遭到俄军杀害 并承诺撤离的民众将会获得赔偿 政府将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对于这种独特城市 现在重要的意识听到全 那些人们 他们还留在在东北 在状况中的军事 有百分之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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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人都答应到出帮忙 但是 这实际上必须要做 这种写作还是必须得来 确信我 而且更早上 这会有成功 更多人 来到东北部 现在 少人 这种军事 如果您有可能 说 拜托 和那些 谁还留在 战斗 在东北部 拜托 让他们 让出帮助 尤其 这家人 跟孩子们 如果您有可能 帮助 避免 做这些 此外 乌克兰副总理 维烈书克指出 顿涅茨克的天然气供应系统 已经被战斗摧毁 因此民众必须在入冬之前撤离 以免为时已晚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0号表示 在顿涅茨克方向 俄军正集中火力摧毁军事设施等 乌军在斯拉维扬斯克 巴赫木特等方向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